大家好,又隔了很久才來到新的一集 因為太忙的關係,想剪片也有心無力 今晚有突發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就要到葵衝走一轉 已經是晚上十點多,我的專注力已經下降了很多 有得選,我就想舒舒服服在家就算了 過完我韜韜就要剪去左線入葵衝 我對葵衝沒什麼印象,通常都是因為工作才會來到 對葵衝第一樣想起的東西是貨櫃碼頭和很多工廠大廈 我還記得在葵青劇院看過舞台劇,不過都是很多年前的事 轉入大連排道,之後就會見到全部都是工廈,亦都很快回到目的地 雖然我想速戰速決,快點解決了問題 不過晚上開車都不可以太急進 何況還要走平日沒有走開的路 真是想快都不敢快 轉了兩個靈灣就到了,目的地都是工廈 沿途還見到小食店未關門,早知留內少少吃小食才走 想不到這裡這麼晚都還有人氣,可能因為還有人未下班 整條路都是的士來的,不過右邊馬路就有位師兄踩單車 我想他體能一定好我很多 踩單車我都只是夠膽踩單車勁 話說話,最近一晚試過走路上山,很快就不夠氣要休息了 看來都要跑多些捕捏器 得罪油線是回到沙田,路線是走葵衝道和和爾河道 再經盛門隧道回沙田,全場都是14公里左右 大概都是走20至25分鐘 這一晚開車不算很享受,只是一心上回家睡覺 轉左再轉右,走過一個不像匯船處的匯船處 假設沒有GPS導航,只是靠看路牌去某個目的地 車速真的要走慢一點,不然就很容易看錯路牌 當然,今時今日我們可以用電話做導航 其實都真的挺幸福的 終於進入城門隧道,他的招牌晚上看是有點鬼片的感覺 講開鬼,我有一次被鬼摘的經歷 不過很快就起得翻身,所以時候都沒有什麼恐懼 左邊車左穿右插,看來他都很趕時間 我快速都是走70,80,90 始終開二輪都算是一種極限運動 開車時要留意很多東西 例如其他車的動向,路面會不會有障礙物 有時迎面飛顆石仔泥都很危險 開得快都沒什麼好處 幾經辛苦回到沙田市中心 千萬不要繼續直行,因為會去火炭或大埔 當然中間都可以自返 原來已經11點,我都頗佩服深夜開車的司機 要保持精神和專注力,一點都不容易 想不到這個時間還有位泊車 近幾個月我都很少在這裡找到位 可能因為經常下雨,而且我回來都過了9點 本身有位都被其他師兄拍了 要注意,現在的告票是可以事後才記出的 不要以為沒有見到牛肉缸就是安全 除了骨位,其他地方都不一定安全 最喜歡遇到電單車的路士堂 可以說是又青春又熱血 學車的時候一定要做足動作 望鏡,靈頭,望盲區 訓練到自己好像機械人一樣 不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為Pass了才可以享受到駕駛的樂趣 又從舊居出發,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在這裡吃飯 河半算是自成一角,沒有商場,沒有連鎖店 餐廳都是以小店為主 不過要購物的話,就要去市中心幾個商場 又走錯路,最尷尬就是在住人的時候走錯 自鑿幾句之後,再跟導航走新路線 通常只會多走幾分鐘,不會太浪費時間 大路就很少會坐 多數都是大路入小路容易點坐 找傳說中的骨位時間 這個骨位位位於牛頭角巴士總站附近 亦都是在天橋底下 就算骨位滿了,暫時在附近應該都安全 我都是勵食過飯逛逛街,逗留幾個小時就會離開 都不需要太擔心 大家一起對著彩虹村慢慢走 接近下班時間,心急都沒用 除了是天氣太熱的日子 平時塞車都沒什麼 當慢慢走看看風景 始終我都不需要開車賺食 駕駛心態可以放慢一點 都是那句,下班時間是失跌的 今次走大路山隧道,要由小路回到主路 我相信這都是一門航運 通常都是攝一架就走一架 盡量不要令主路車連續被人攝 右邊又有個自訂車牌,是Geology 當中兩個O其實都是零 這個車牌是在2015年底拍賣 賣出多少錢我就找不到 又是往獅子山方向 去油尖王多數都是這樣走 隧道裏面有種古舊的味道 始終都是一條老隧道 之後他都會有抗建公斥 大家聖誠以待 看到友善偉師兄,我又再懷念武尾箱的日子 武尾箱拍骨位是會輕鬆一點 前陣子換了個Capper 43L的尾箱 由於他是更大更闊 從此我在骨位就更難生存 左邊有很大的教主廣告 自從演唱會腰斬之後 VIRROR都消失了好一段日子 不過我相信他們出來之後 都會一樣紅 因為始終有一班忠實的粉絲 而且香港又沒有什麼藍團可以跟他們競爭 這段路又是登登登登 好像玩過山車 是不是特地設計到這樣 令駕駛者沒那麼容易睡覺呢? 幸好我的腰骨還頂得順 將來老了要避免再走這些路 這段路又挺好感覺 周圍是矮一點的小屋 即是低密度住宅區 加上老旁的大樹 可以說是沒有那麼濃厚香港的感覺 有時候香港的環境真的太擠迫 令大家很大壓力 在駕駛路段要攝入骨位 的確需要一點耐性 每個駕駛者都經歷過學神階段 每個都是戰戰兢兢 走快一點都怕撞到人 所以我們對學神是要有些包容 他們現在是走得慢 不過他們都是想考好車牌 又回到不像香港的香港 沒有那麼高樓大廈 看得多一點的天 整個風景的氣質都不同了 有時候心情不好 我都會抬頭望下天 覺得海闊天空 沒什麼是解決不了的 剛剛經過遊站 再看到這一片熟悉的風景 很快就去到絲碎入口 走右線的車價都加速 我都是乖乖地入左線算了 平時已經駕駛得很謹慎 雙騎緊就更加謹慎到不得了 再遇到每日上演的二陸路士堂 學車是很寶貴的經歷 對我來說第一次開自己的車回家 有排之後第一次上到高速公路 入到隧道 脫屁之後第一次載人 每樣東西都是不生難忘 不過大前提是要考到一個牌 還有有排之後會繼續開車 現在正在去大圍 這一區和我都曾經有點淵遠 不過那時候就以行路為主 去來去去都幾個地方 例如田心村 突然記憶湧上心頭 好像事情只是發生了不久 右邊有一間西餐叫M3 Italian 今晚就在這裡吃飯了 人少少氣氛都很好 食物都幾有水準 可能年紀開始大 不喜歡和人逼 寧願去一些清淨的地方找食 食飯除了要好吃之外 都需要一個舒適的環境 享受食物 食完一頓滿意的晚飯 又是時候說拜拜 小時候住大埔 覺得去哪裡都很遠 這幾年住沙田 就算坐巴士都可以很方便周圍去 可能住九龍中就更方便一些 不過我對沙田已經很滿意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快點有時間製作下一集 拜拜 坐下 天了 衝星 よろしく請問